公民舉起大家起來翻轉 接下來我們就會立法委員 針對剛才中信大哥的議題 來做各自的陳述 但是一樣道理請大家來看 在3月11號 我們就開始執行電話投票了 那麼今天是第九屆民進黨立委初選 那主要是嘉義第一選區 是六角鄉 東石鄉 蒲子 太保 布袋 異竹跟鹿草和水上香的立委選舉 你想支持誰呢 那麼如果你支持的是一 那就麻煩你一是蔡逸渝 按二是林國慶 這個順序是根據他們去民進黨 這個登記初選的順序 好了 那等會兒就可以開放 那請大家表達你的看法 你的任何的這個案件 都會是對民進黨最大的支持 好 那麼一樣道理 剛剛我們的議題正在發燒 我也無意不小心 撿入到這個漩渦裡面 這個太殘忍了 我也無意這個捲入到殘忍嗎 不會啦 其實我跟各位報告 有表決不對 對 這個投票基本上是全台灣的 所以只是一個氛圍說 到底你覺得我比較喜歡哪位立法委員 當然兩位我都喜歡 我又很喜歡林國慶大唱一首歌 你們這樣變羅馬經濟場 那麼快就收台了 不會 我覺得這是對大家 來選擇最適合的人 我們都漏你 要不然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嘉義這個選區裡面 有這兩位優秀的民黨幹部 好 我們趕快回來這重點 好 可以了 好 那回來 好 那麼扁不接受這個道歉 陳志忠說 徐家欽麻煩你說清楚 不要大街罵人 小巷裡面就跟你和解 好了 這個扁子陳志忠昨天有轉述說 扁的說法是 扁的說法 扁的說法是說 又出來公開講清楚 如果你不是這個方式的話 因為這個陳昭之 陳昭之是誰呢 是陳水扁民間醫療小組發言人 他昨天在臉書這麼講的 他說 這個扁根本也不知道什麼叫做臉書 所以你在臉書上道歉 扁是不能接受的 好了 這些內容其實慢慢的 就把一個苗頭指向什麼地方 我們剛剛說這裡面充滿的是 到底是見縫插針還是陰謀論 好了 來 看一下 關鍵的這個地方 陳昭之也將矛頭指向了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陳昭之指出 從選舉補助金 和沒給收據的小租捐款 獲得近三四億元的資源 蔡英文 成立基金會辦公室氣派十足 光客廳的桌面就比扁在黑牢前四年的牢獄都大 好 這個言論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尖銳 我先請我們國慶大哥 你針對這樣的事情 你有什麼樣看法 陳昭 我想先感謝我們製作單位 謝謝 實言是很贊心 也很贊心 但是我願意接受這種的條件 因為真金不怕火鍊嘛 連我都會被質疑 對啊 候選人有機會來上電視 來論述他的想法看法 讓人減減這是很好的 剛才我們的總信箱 剛才說得很客氣 其實從他的衛儀我們聽他一直在基點 一直在提前的民進黨來 無來無 愛之生責之切 中信箱說得很客氣 他說這是民進黨內部的問題 內部的問題 說過來跟內部的問題 他從不提到派系的問題 所以說中信箱是不要再挑起敏感神經 我都聽得有 所以我也感謝中信箱以後 用這種的說法說詞 還有民進黨 你自己要知道說 你如果再挑起派系的問題 後面會多嚴重 我比一個 今天如果是蔡其愛的一個歐巴桑 說徐家青那些話 有人理他嗎 沒有 沒有人理他 對不對 今天如果是林國淨講那些話 或許還沒有人理我 我跟你說 不要說蔡其愛的歐巴桑 看場合 看場合嘛 對 但是他這場合是在國外 我想吃飯關閃 我相信 我相信這種過程 不是只有陳水扁 包括馬英九 包括任何政黨 都是吃飯的當中來尋求支持 希望說你能幫我們倒閃一些 倒腳掌 這是人之常情 但是說一群十幾月來 幾十億 幾十億 這個是天大數字 這根本不是募款 不是募捐喔 是不樂之捐 這是影響到陳水扁他的人格 這是英公的一個人的尊嚴和生命 為什麼他什麼時候不說 陳水扁已經讓人靈體到這種程度 阿扁總統 讓靈體到這種程度 我今天這段時間在早選機 早上在市場 下午掃接 晚上也是夜市 又要走不出來 只要走一趟 你們民進總是在做什麼 我剛才坐客人車在台北車上來這裡 他上車客人車出現了我 那不是國慶嗎 對 잡的 prov不給利 같은人家是私 私之間 我知道 分隊長的時候 跟醫院說 那就粗粗粗 一直粗粗粗一次 ded什麼 扯 VIDEO 幺不是說你們民進總 徐家清 是那個 牽涉什麼 阿批市家清 第三 cha 千葉 這個時間點 是怎樣說這麼多 對 這是不是有陰謀論 因為這段時間是民進黨 董萊初算的時間 我剛才跟議員說 好加在我們兩個沒有一個是新調理的 我們兩個對決是新調理的 不用算了 今天議員是新調理的 我慶祥算了 都每天都沒什麼事 為什麼要這個時候 因為新調理有很多選區 我直接開破了說 很多選區是叫一邊一國的對抗的 跟一邊一國的精神領袖是誰 旁邊嘛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又讓人靈敵 我說政治不可以跳脫於人性 但是偏偏派系的利益 永遠凌駕於黨的利益 永遠超乎了人性 你沒辦法去想到的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拜託我們的蔡英文主席 當然這件事怪蔡英文主席 這是沒道理的 因為他沒辦法照顧嘛 他才是國外 他才會知道這個位 他才會知道人家錄影 像我將這些位置轉輸去 其實民進黨內部很多東西 是不能說的 但是不能說的東西 不能用在你成長自己 我說一個例子 我過去在立法院的時候 人家都說我穿牌 穿著的 立法院當天開會的那個氣氛 就看寧國慶的穿著 電視節目都這樣說 寧國慶穿布協穿運動服 那天就是要大亂 穿西裝筆挺 就是那天沒事 把我當做那個指標 因為假動馬 假動有時候一些法案 國民黨的立委比較多 我們民進黨比較少 加上親民黨還沒辦法過半 所以有很多不能過 就是說政策性的也好 技術性的也好 我們要去北閣 都看我的座 都看我的座 我們在那邊 有很多委員 他是自己感覺說 他是形象好 站在後面 站在後面 站在後面不出手 也不去中頭前 等到我們有事情後 他就站在我們出社會 說到拜託 我常常被我們黨內的同志 用那種批判的角度 在說我林國慶 我可以感同身受 所以說為什麼政治要這麼沒人性的來做這個事情 陳水平為台灣派人實力 已經有夠了 不可以用這種角度來把他認定 這是我覺得 蔡英文主席 要趕緊慎慎的處理這件事情 陳水平 蔡英文主席 剛才說的 很誠懇的 而且很擔心的 保佑民進黨 當然一定要 冠軍將這個事情平息掉 要不然 現在啦 即使某個派系贏了初選 但是大選的時候 不要把台灣人吃夠高 因為台灣人都會 含慮投票 都會忍痛投票 新潮流不是沒有 新莊 大家有印象嗎 新莊趨勢 綠大於懶的 民進黨有沒有人去那邊選 弱選 為什麼 大家看到他 知識不下去 阿扁你用靈體的心 他早差很辛苦 早差很疼 所以他也是落選 這就是這樣 所以 我能不能補一支 你會建議怎麼解決 我不談其他就是派系 我也不談平安 派系怎麼解決 我建議這樣 派系存在的事實 已經是沒辦法去改變 因為十年前阿扁要做中共的時候 我們在臺中 我記得在臺中 開了一次黨代表大會 就是說要終結派系 終結派系 結果呢 那個組織是沒辦法去 因為有一個共同的利益 有人就會生動 生動就會對抗 對抗就會皮皮手段 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謝謝我們林國遜 這個立委參選候選人 但是剛才國慶大哥 談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現在新潮流系 所長管的城市 人口是多少 一千萬人 在南部很多的選區裡面 已經有既定的立法委員 都有對應的新潮流 也跟著去做所謂的 立委參選的候選人 到底事情怎麼樣 我問一下議員 議員難道民進黨 真的派系鬥爭到要把扁 走到達族 政府製造最多的 平衡方法 嘗試吃